往生有瑞相 头顶是月的 能不能证明他真的往生的 不能 为什么 头顶是月 身体 头顶是月的 来生到人间 享受大富贵的 他头顶也是月的 总而言之 头顶是月 决定身是月的 不一定能往生 什么样的人才真正往生 他自己说的 他在临终的时候告诉大家 弗来接引我了 我跟他去了 这是真往生 他自己没有说 有这些祥瑞也 他决定不读三国道 这个可以肯定 人走的时候 瑞相很好 不读三国道 大家都说 往生 那是什么 对他的家属一种安慰而已 那你是真的 真往生 真往生的人 有感应 他真的是往生 你天天念他 天天想他 他会托梦给你 会把他现前状况告诉你 如果他往生 他告诉你 我在极乐世界了 那是真的 那不是假的 那这些往生 他为什么不多托梦给家的人 因为时差不一样 他到那里忘掉了 极乐世界一天的 这人间好 大概从几百年 几千年了 忘掉了 那你真老念他的时候 他有感应 他会给你报信 那么再说 别人能不能往生 他的事情 这最重要的 还是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能不能往生 这第一个重要 我能往生 我所认识这些有缘人 他无论在哪一道 我都能看见 无论在哪一道 我都能听得到 为什么 没有障碍了 你得自在了 他什么时候圆成熟 你也很清楚 缘不成熟 你跟他接触 没用处 只有给他添麻烦 不会给他添好处的 这挺情直 挺烦恼 缘成熟就不一样了 你所说的 他相信 他能接受 他能一较奉献 缘得成熟 有前生不一样 不是 一生 一世 就帮助他成就的 不是的 有些要经过很多事 就像小孩念书一样 他念小学 把它提升到中学 中学提升到大学 大学提升到研究所 到最后 他才能整过 佛菩萨照顾众生 深深世事 不相学历 你是真恩多大 但是世间人健忘 确确确实实 忘恩负义 佛菩萨 无尽的慈悲 你对他忘恩负义 他还是照顾你 这真难 不是忘恩负义 他不理你 不是 永远照顾你 你要问为什么 他清楚 他知道你有佛心 他知道你有真心 你是夜时糊涂 一时迷惑了 做错了事情 招人的握抱 握抱受尽了 良心发现 良心要不发现 你在卧道里头 永远出不来 你说几时 你能够离开卧道 几时良心发现 就出来了 良心发现 承认自己错了 还不承认的时候 这良心没发现 还得继续修苦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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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